加片有约即将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夏天遵 друг一就 我觉得的 我知道你不爱我了 下次再碰上ام车 你要记住 我永远都爱你 我很爱你 可是我要玩游戏 没了我以后你们怎么办呢 你早就不在了 爸爸 你在想象自己的葬礼吗 你让他走吧 他干什么啊 你放开他 我不要 大屏幕上定格的时间 是影片男主人公 仅剩下的生命额度 假如生命只剩下92分钟 你会做什么呢 影片男主角保罗 遭遇车祸身亡 意外重获92分钟 延续生命的机会 画面中无情跳动的时钟 将观众带入了 主角结局未知的 生命最后旅途 重生小确幸 改编自意大利著名作家 弗朗西斯·皮克罗的 畅销小说 微不足道的幸福 和微不足道的不幸 作者用幽默的笔调 简单明了地告诉人们 什么是幸福 何时该去珍惜 小说在发行后 深受读者们的喜爱 因此电影在开拍之初 便备受关注 本片导演丹尼埃尔·卢凯蒂 曾多次获得 嘎那国际电影节 威尼斯国际电影节 主竞赛单元的提名 两度获得意大利电影界 最高奖项 大卫奖 由他指导的电影《婚姻联系》 也成为了第77届 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 开幕影片 影片重生小确幸 上映后的市场表现 也非常不错 成为了2019年 意大利同期上映 本土电影的票房冠军 影片通过男主角 在生命最后的时光 如何进行命运抉择的故事 告诉人们要珍惜每一分钟 找回属于自己的小确幸 那我为什么这么早就死了呢 你们什么时候死 都是提前算好的 总而言之 你可以在人间堕呆的时间是 九十分钟 看在你人还不错的份上 我多给你两分钟 好吧 我们就是错 当我们不再犯错的时候 生命就结束 而组成生命的恰恰就是 那些微不足道的幸福时刻 影片给了男主角 一个重生92分钟的奇幻设定 类似这样的时空转换元素 其实给电影许多想象的空间 下面让我们进入加片档案 看看时空元素 在不同国家 不同类型电影上的运用 首先要为大家推荐的是 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科幻系列电影 回到未来三部曲 一个高中生 无意中乘坐时光机器 回到三十年前 帮助父女相识相爱 改变全家的未来 作为影史上 时空穿越类型的经典代表 影响了后世许多作品 日本动画电影《你的名字》 片中男女主角因为命运的安排 在梦中进行了时空穿越 相遇相识 西班牙悬疑电影《海市蜃楼》 两条时间线三重平行时空 不断反转的剧情足够烧脑 推荐给喜欢推理悬疑电影的朋友们 时空元素也是爱情电影当中的常客 《家片有约》就曾经推荐过 时空恋旅人 时间旅行者的妻子等等 而我想向大家推荐的是 电影《时光倒流70年》 男主角是70年后 小有名气的剧作家 女主角是70年前的大明星 他们短暂地在一起 余生是漫长的等待 今天我推荐的电影 重生小确幸的时空元素设定 同样有趣 影片只给了保罗短短92分钟的时间 他必须通过一个重生者的视角 重新审视自己曾经拥有的生活 并尽力弥补生命中曾经缺失的遗憾 今晚我能和你一起等火车了 真好 后来 每次我接他出来 要等好长时间 火车才会经过 而我的运气 一直不好 去市中心的时候得等火车 送他回家的时候 两个人一起等火车 日子一天天过去 每天晚上 快快快下车 你到底爱不爱过 当然爱 都是一段爱情故事的缩影 也预示了故事的 另一位 就让我们已经合理了 到运气的化学碰撞 如果你对生活感到困惑 如果你在思考人生的意义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 一起去看看影片中 保罗的奇特经历 你的内心或许 将会打开一片光亮 下面让我们走进今晚佳片 重生小确幸 让浪漫和温暖重生 让浪漫和温暖重生